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周末 我过来买双鞋 带大家来看一下我们 帕尔斯的奥特莱斯 它叫DFO 这个奥特莱斯的话 在我们帕尔斯是最大的一家 它就靠近我们的帕尔斯机场 今天周末看非常多的人 今天也不是很热 没有太阳 除了这里有一个DFO以外的话 我的远处正前方就是Costco 但是还没有开 估计再过几个月就要开了 西澳也比较落后 因为东部的西黎和末尔本 早就已经开了Costco 大家记得如果是以后到澳洲来旅游的话 如果60天以内你要离境的话 那么你记得如果是在单店 超过300澳币的话 你就可以退大概10%的消费税 澳洲人都不是很讲究 到了夏天就是拖鞋短裤 然后这边的奢侈品店的一些大牌LV什么的 里面的服务员都是中国人 因为买奢侈品的中国人比较多 老外都比较很随便 这品牌的话跟国内的奥特莱斯的牌子也差不多 也没有什么大牌都是一些很普通的牌子 这里面可不小啊 大概有几百个品牌 两个长廊非常长一直往里面走 估计逛完的话在里面大概得几个小时 而这里不仅可以逛商场 还可以看一下车哈 这个是本田的车 啊多少钱这个CV 我不知道在国内多少钱哈 这里就是两万五两万五千 然后这个应该是在国内应该叫雅阁吧 大概是两万六左右 CRVCRV大概是两万九 现在奥币对人民币的汇率大概也就四点七四点八左右 我估计比国内应该要便宜啊 在我们这边反正平时你在周围邻居也看不到几个人 你要看人的话见人多的地方 今天我到这里就会发现啊 到处都是人人特别多 看一下 今天我只是来想买一双比较轻便的鞋子 这个牌子叫斯凯齐啊 在国内叫斯凯齐啊 大家肯定很关心这里的价格贵不贵 这个是纽巴伦 然后我也没办没办法每个店给大家逛啊 就逛一下斯凯齐 我买双鞋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价格跟国内比有多大的差点 这里一大堆的鞋都是打折50的percent 我们看一下随便弄两双 这原价大概是129 现在99 这个也是99 看一下价格 也是99 原价129 差不多这里打折的话 差不多这些鞋都差不多99 100左右吧 没有打折的话 大概就是100多 我不知道中国什么价 鞋已经买完了 准备回家 大家猜猜这双鞋多少钱 这是它的发票 才49.99 不到50刀 非常惊喜 还打折 因为我现在脚受伤了 只能买这个牌子的鞋 因为它非常轻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希望大家给我点点赞留言 并分享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